疫情超過兩年多 沒出國打開護照 才發現期限十年的護照 怎麼過期了 護照要換新 證件照也得煥然一新 大概比上個月 大概好兩層到三層左右 那如果跟去年比 又大概好很多這樣 像之前有換 加一個封面 有加一個台灣 有來過一波 但是後來那個效益 沒有延伸很久 小小空間化妝撲粉 等著在鏡頭前一笑傾晨 但一般照相館 拍一組照片大概五百元 來這邊加上預約妝髮 價格翻倍 民眾還是去 對 那可能我們去照相館 他沒有抒花 那你可能也不知道說 你那個拍照的眉角在哪裡 從拍照的表情管理 到後製修圖 肩膀也可以選擇 其中一邊的複製貼上 讓兩邊完美對稱 很久沒有拍照 而且沒有受過 專業的拍照訓練 所以他們往往 他們在拍照 幾乎我的經驗 那前十張照片 幾乎是不能用的 那脖子拍起來 這樣左右對稱的話 他脖子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窄 這些都是可以靠修圖 去幫他調整的 疫情趨緩 關不住民眾想飛的心 疫情大頭照變三張 讓照相館生意明顯成長 也掀起微笑商機 金新聞綜合報導